诶 深渊更新几天了 我这群里的小伙伴都是哭天很低呀 都在说什么深渊之前还能打过 还能满星 这一期深渊更新都过不去了 看到这里我虎屈一阵 糟了 亚兴来了 看着粉丝群如此抱怨这期深渊 直接刺激了我的男性荷尔蒙 平常打深渊都是用舌头舔过去的 这期给个面子就用脚吧 诶 诶 面子多少还是要的 为了峰值翻车 我还是查看一下怪物的相关信息吧 哦 大部分怪物都是到期城的新怪物呀 看来这期深渊有点热呀 糟了 又不正经了 稍微搭配一下吧 嗯 萧还是老样子 神里就这么配吧 我给这套阵容命名为 沈默奥迪 啊 多么有才华的秘密啊 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关有什么难点 怪物好像会在开局不久之后 刷新一个元素抗凶加成 那么我们在抗性形成之前 击杀掉它们不就好了 啊 多么深入的游戏理解呀 还有两只怪物呀 草帅了 看来这个双飞 看来这个双人组合 我们要同时击杀呀 如果没有同时杀死 那一个怪物它会回血呢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嘛 我们来看看神墨奥迪这个组合吧 这一层似乎没有什么难度啊 我们只要尽力地节省上一层的时间 下一层就好打了 李秘密搭配的这个神墨奥迪组合 是真的强啊 迪卢克利用大招直接打融化 首尾 伤害那叫一个高呀 哦 到了第二层了 时隔多年终于又见到了秋秋人 站在深渊的巅峰 啊 熟悉的味道呀 真是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之过系忽然而已 这期深渊看来考验的 不是破顿的速度啊 而是我们角色的练度 如果角色没有练度 那这期深渊是真的不好过呀 又到了我们的神墨奥迪组合了 哎 居然是魔偶见鬼 这种大型boss 神里打踏是再好不过了 轻松啊 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嘛 哦 转眼间又到了最后一层了 哦 只有一个怪吗 那我们的销发挥不出来了 算了 用手法来弥补缺陷吧 哦 终于打死这个大家伙了 哎 其他的怪呢 哦 出来了 看到这三个怪是一起出来 我就知道这一把是我赢了 又到了我们的神墨奥迪组合了 哦 这不是独眼小宝吗 这七神渊是一点技巧没有啊 只要你的角色练度和攻击力够高 那么就能轻松地通神渊了 最后是倒戏城的新怪物呀 这种大型怪物实在适合不过神里的了 好的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它们应该会自己跟过来的 果然 都过来了 一波爆发直接把它们带走吧 哎 哎 哦 这就是一个高手 高手都有一颗寂寞的心 因为高手的造酒本就是寂寞堆积而成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西洋 怕什么天到明晦 什么不在昏沛 若没有你那才叫可悲